好吃程度是閃電級 48 不好吃也要拿回去的 不要浪費吃 含淚也吃完 今天又是一個很陰的天氣 有點想下雨 但今天是我的一天假期 有很多地方我一直很想去 但是一直都沒有時間去 譬如是這個南風沙廠 還有這個Donkey 大家沒聽錯是Donkey 那間日本在香港很出名的Donkey 可能很多人都有去過 甚至是他在香港開店的時候 就排隊去 但因為他開幕的時候 實在太多人去 我不想排隊 過了熱潮之後 我就一直都沒有一個充應 或者原因說很想去 所以直到現在 可能我開幕都兩年 兩三年 我都一次都沒去過香港的Donkey 所以我今天應該會表現到 好像整個大鄉一樣 出門口之前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用的這個 美白抗初露精華 慢慢報入這個輕熟的年紀 真的要更加重視自己的皮膚 這款就是Yosuin最近推出的 透明質酸鮮渣維他命C精華 一支裡面有很細微很細分子的 透明質酸 LycoA和10%鮮渣維他命C 可以幫你的皮膚高效抗氧化 提亮膚色 減少皺紋 補充你的皮膚彈性 而且最重要一點就是 保護你的皮膚 免受UVA和UVB的攻擊 雖然今天天陰陰 近來都經常下雨 但也會有紫外線 所以出門口之前 用它再配合防曬 就可以好好保護你的皮膚了 而且因為它有很細微 和很細分子的透明質酸 可以直達你的皮膚深層 補充裡面的水分 效果比起任何套的透明質酸更顯著 我用了它過幾星期 已經看到皮膚多了一種光澤感 膚色提亮了一點 而且整體的臉色也更好 這支Uso Win的精華 在研發的時候 已經經過臨床的實症 連續使用7天 就可以令皮膚有水、有光澤和有彈性的感覺 連續用14天 還可以令皮膚重現水潤飽滿 這支精華的包裝特別一點 因為為了令它的維他命C粉 會保持最新鮮的狀態 所以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法包裝 用的時候 只要一絲、一按、一搖就可以了 一支用到10天左右 所以一盒就剛剛好用到一個月 除了這支維他命C精華之外 我也有配合其他護膚品 令它的功效發揮得最大 首先我會用這支透明質酸保濕噴霧 幫皮膚補一保濕 它噴出來的噴霧是很小的 所以很快吸收 薄薄的一層 已經感覺到即時保濕了 之後就用維他命C精華 再用這個cream鎖住的精華就可以了 有時趕時間或是很懶惰的話 你也可以把精華和cream混合在一起用 最後再用透明質酸緊致充盈眼霜就完成了 輕熟的年紀 眼底的皮膚也不可以放過 如果大家想美白或是幫你的皮膚抗氧化的話 也可以試試這支維他命C精華 由今天起到9月23日 只要你在屈臣市或HKTVMORE的官方旗艦店 買兩個透明質酸緊致充盈系列的產品 就可以有至少15%off的優惠 而且在屈臣市用我這個code或下面的e-coupon 都可以賣滿$750-150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下面的info box 所有資料都會放在下面 光光下雨我覺得天色好像越來越噴 希望今天不要下雨 我現在等到我男朋友起床就可以出門 起床了嗎? 你寫的起床了嗎? 你寫的起床了嗎? 賴床人類1號 賴床狗狗? 其實不是賴床了 他是每天每時都在這樣的狀態 哦 他現在累了 平時我摸他兩口就咬我了 賴床人類1號 賴床人類1號 Lightl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choices I have made and doubt the life I've chosen for myself I wonder how I would pan out I started to the status quo and stay Ding the never know But when I see my friends will see them with 你想吃什麼? 博床人類1號 你不要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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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我不是想弄嗎? 別這麼爛啦 你會弄的食物放食 所以我真的以為是你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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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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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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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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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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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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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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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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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不能借給我 否則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剛剛是超驚慌失措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零食 所以我這次買的大部分都是零食 熟食方面我們就是買了這個蟹柳 超巨大的蟹柳條 這個是芝士披薩味 很輕的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但我覺得其實跟本身的沙律味差不多 它本身有披薩味的 我覺得跟披薩味差不多 這個是12.9的 你覺得值不值嗎? 我們玩這個遊戲就是你覺得值不值嗎? 沒那麼驚喜的點就是它跟一般的薄餅味 其實沒有很大分別 就是它有一點點芝士味 但不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吃香港版的薄餅味都可以 泰國版的薄餅味很便宜的 5-6元包 這個12.9有點貴 等吧 等吧 12.9 你回家慢慢吃 試一下這個豬腳餅 我真的第一次去 所有東西都很新奇 然後我看到它的價錢牌上面 除了會寫食的名字 它是標價 還會形容它是怎樣的 然後有很多都會寫 好吃程度是閃電級 很誇張 我看到這個就是其中一款 它認為是好吃程度是閃電級的一個巧克力餅 我就很好奇到底有多好吃 我猜一開始你以為它唯一一個是閃電級 對 然後怎知發現原來它很多都是寫閃電級好吃 這個多少錢 10元而已 這麼便宜 OK的甜度不算 我都不喜歡白薯 但是花餅OK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難吃 因為我是覺得白巧克力是很甜的 但是它有那個餅中和沒有那麼甜 而且有點像那些曲奇味 閃電級收起來 這個應該是比較好吃的 它是明太子味的腸 狗蘿蔔 我好久沒有跟你做這個試飾了 有沒有很懷念我這個夥伴 還是都是跟朋友的東西 也OK的 反正不用錢嗎 你的朋友也不用錢嗎 你怎麼賠儡一下他 在你身邊的人都是被你奴役 OK的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明太子味 有一點點辣辣的 如果喜歡吃這些魚肉腸的人 就會知道香港有包綠色的蒜香腸 這個跟它的味道有至少八成次 那它的價值很多 可能10元有五條 它沒有明太子味 我覺得是零 你先來這個吧 15.9元 它那些日文我看不明白它是什麼 我不知道它是餅還是蛋糕 是一塊 不像蛋糕的餅 不行 很大的芝士 這個我也不可以 一放進口的時候 我覺得都可以 有一點點芝士味 但是慢慢感覺到一陣 好像叫做好奇妒忌的味 這個我也不可以 很服 咳嗽你自己喝一喝 說一下口 這個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形容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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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但是它很貴 它的名字 它那個 caption就是 你味不舒直接吃水蜜桃的水蜜桃果汁 有60%都是水蜜桃 你看到很好喝 好喝的可能 冰到很冷加10顆冰 對呀 要冰冷才好喝 我覺得不差 如果冰冷了加一點冰的話 會很好喝 真的好像有新鮮的水蜜桃炸成汁 這個我忘記了 吃了才看多少錢 猜它多少錢 好啊 好像卡通片進去那些狗 嗯 好吃 嗯 辣辣的這汁挺好吃 真的好吃 這個是新產品來的 估計20元 這麼大條 新產品20元 對呀 不是那些便宜的火鍋料 什麼叫這麼貴 那是蟹 這麼長的蟹 20元 我覺得 48元 這麼貴 它是蠻好吃的 但有些太貴 上面的醬是辣辣的 雖然聽到很普通 但是真的很好吃 還有我們剛才吃了這麼多 很一般的東西 突然這個就上了神台 最後還有這個 就看到才不好吃的啦 這個好像閃電那麼好吃 我總是在吃月餅的感覺 質感好像蓮蓉一樣 不是 它連口味也有點像蓮蓉 狗吃到不好吃的東西 你扮吧 為什麼 我就是這樣 我沒見過那些狗去擁鼻 Jesse 她的樣子告訴我應該是貴 大概未日告訴她應該是不貴 40元 39.8元 哇 我猜價黃 但是真的不好吃 真心 不要買 因為其實我們試過這麼多東西 大概有80元 走去熟食那邊 你是不是在裝一些不想吃的垃圾 不好吃也要拿回去 不要浪費吃 含淚也吃完了 最後一件東西是很有趣的 有幾款顏色 她的用法就是直接塗上你的頭上 但是她去洗澡的時候就可以洗走 哇 哇 我最貴的要129元 但是我覺得她是這麼多東西裡面最福的 好啦 這次第一次的Donkey 失敗的閒街紀錄 以及失敗的開箱 就來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訂閱、LIKE 以及放好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